在二十多年前 有一个年轻人 二十多岁 人生正美好 但突然有一天 莫名其妙地被陌生人 泼硫酸 导致双眼失明 这时候呢 他可以不断地追究 愤怒抱怨这段痛苦 他也可以选择 积极面对 在黑暗中重新开始 这二十年来 他决定选择后者 也就是他用光明的心态 来面对黑暗 也因此这二十年来 他有一段 不一样的精彩人生 走着走着 就突然走进 黑漆漆没开灯的房间 就像张杰的双眼 二十多年前 意外失明 再也看不到 一丝丝光线 手杖扣扣扣地 发出声响 左右来回探索 代替张杰的眼睛 好搭捷运 出发去工作 因为一个人 看不到 最怕的就是 一些不确定 那你从一个 看得到的世界 转而变成一个 看不到的世界 默黑走路得从头学起 那是一段漫长的过程 终于现在不怕了 张杰是爱芒基金会的主管 为了访查旗下几家 按摩中心的例行公事 正迈开大步走在捷运站 下了电幅梯 往左是中校复兴 往右是土城方向 张杰其实没有看过 捷运长什么样子 全靠建立心理地图 为他导航 曾经最惨的一次是 跌到捷运的轨道里面 跌到捷运的轨道里面 那那一次是因为 捷运还没有闸门 在台北车站 那闸门那个 我因为捷运我很熟嘛 我就这样走走走走 觉得那里有空了 以为是什么 以为是门啊 我就这样给他跨进去 结果我跨到哪里 跨到那个车厢与车厢之间 整个人头就栽进去 即使已经失明20多年 跌倒撞伤头破血流 还是经常发生 我也会气啊 为什么我那么倒霉 眼睛要看不到 承受这些苦 可是我后来又想一想 如果我现在所遭遇到的 这些状况 是我可以改变的 那我就尽量抱怨 抱怨多了他就改变了 可是当我的抱怨 没有办法改变 我的现况的话 那我没有办法 用另外的态度来面对 那会是一时间 就能想开的 要从悲愤中走出来 张杰学到 他必须不怕痛 不抱怨的往前走 像我现在撞到啦 有时候去碰到啦 我可能当下很痛啊 可是说实在的 我觉得我进步了 我不会再怎么 心里有很多的愤怒 就说怎么会这样 我就觉得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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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的两年 张杰在盲人重建院 学写电脑程序和按摩 毕业前考到按摩师执照 不过他也思考 难道盲人只能当按摩师吗 透过朋友介绍 张杰进到受险公司 甚至我在公车上面呢 去拿那个宣传的DM 公车上面根本没人 你知道意思吗 你好 这是我们的那个儿童妨碍保险 怎么讲了个半天 没人 那你也只有自己这样去踹踹踹 我们这样子去做呢 去跟人家做陌生拜访呢 人家不想邻里或什么来讲的话 你也看不到客人的白眼 对不对 能把缺憾想成优势 这时的张杰已经不再对师民怨天尤人 反而还成为国内第一个靠点字 考上保险宴务员 面对客户质疑他的工作能力 张杰用苦功证明 他是如何拼进业绩前十名的排行榜 客人写药保书 你怎么样去判断他到底写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只好把药保书的格式都背起来 这里来这里写你的名字 这些基本资料是什么 这里哪里要签名字 后来张杰又进入协助视障者的公益基金会 从基层做起当到主管 除了把当初学到的按摩功力 传授给更多视障员工 每家间的环境也都是由他每天到场巡视 好 看一下 张杰的看其实是用摸的 裙电时环境够不够干净 床单够不够平整 都是靠手来检查 张杰摸出床底下没收走的纸杯 没了视觉虽然辛苦 但还是有其他感知系统能辅助人完成工作 端看市民人愿不愿意打开其他雷达 从头来过 超过了 偏离目的地差点被障碍物半岛 这几乎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了 有一天张杰走在路上听到一声巨响 听到有人跌倒那个声音 而且之后那个妈妈也在哭 小孩子也在哭 而且哭得很凄惨 后来我就去问他说 你到底怎么了 他说他是在某家知名的百货公司旁边 那那里刚好一个就是一个棋楼的那个高叉 有人问他自己都看不见了 哪还有能力去帮路人 那是民国86年 当时张杰正好受邀进入北市府无障碍推动委员会 他开始极力主张要整平高地落差的棋楼 别再让情人受伤 很多人跟他说 40多年的老棋楼要整平哪有那么容易 从91年开始一直走走走走 走到一直坐 那坐到100年底 民国100年底的时候 其实台北市的棋楼整平的长度 已经高达将近14万公尺了 也就是说 其实有时候我们人常常觉得事不关己 觉得说这个跟我无关 可是如果你可以发挥每个人个人的影响力 在你的岗位上把你的角色办好 什么才是自己该扮演的角色 很多明眼人或许都还看不清 去年底张杰申请前往国外接受培训 学习一种新的课程 这是发源于欧洲 被许多企业用来作为人力资源的训练工具之一 参与课程的学员必须拿掉眼镜手机 任何会发出光线与声响的身外之物 体验盲人般 靠着一只手杖 面对未知走入伸手不见五指的暗房 有时候有一些人面对黑暗 他的反应不一 我们曾经遇到学员进去的时候 立刻拔腿就要跑 而且痛哭流涕 甚至有的人全身战斗 有的人冒冷汗 每个人的反应都不太一样 甚至有的人快要昏厥掉了 等在暗房里的张杰是负责给学员下指令的指挥官 磨黑中要各组学员完成各种游戏竞赛 我们一般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椅子坐下来很平常 可是在黑暗环境当中要有一个特定的条件 找到一个特定的座位 还有30秒 黑暗代表着未知和变异 挑战着人该如何完成任务 10 9 8 7 暗房中全来倒数 两个小时的黑暗体验即将结束 拄着手杖的学员们顺着围光走出暗房 重新回到光明世界 走出来的人脸上都有一种看得见真好的喜悦 张杰接着要帮大家看到黑暗中的种种 请问你们用什么来仗良你们的那个当作你们的仗良工具 来A1你讲 旧的A1 用什么 直觉 各位用直觉 各位你们写公文是用直觉的 你们制定政策是用直觉的 一句话一记警钟 一场黑暗体验 换视障者帮明眼人揪出职场盲点 我们在传递视障朋友 过去一个被人帮助的对象 而成为帮助人 进而让大家对视障朋友的传统印象有所改观 所以大家从我们黑暗出来的时候 就会觉得说 视障者他其实在这个区块 他可以操作得很好 从20多年前意外失明的愤怒 到重新让自己站起来 还乐于去帮助视障者 甚至明眼人 张杰现在非常清楚自己扮演的角色 走在阳光灿烂的人行道 对张杰却充满许多未知 差点撞到头上的盆栽 就轻松拨开 大步地走着 我现在眼睛看不到 好像活得比我之前 眼睛看得到的还精彩 我又得到了十大杰柱青年 又得到了身心障碍的精英楷模 我今年又得到全国模范老公 我在想 我如果眼睛看得到 我可能恐怕没有办法 做那么多的事情 所以 当然不就像我要做很多好事 不见得做 一定要让眼睛看不到 可是相较于我以前跟现在来比 我觉得 我似乎我看不到的这个过程当中 做了利人利己的事情 也还不少 张杰被关上了灵魂之窗 但是他自己帮自己 开了其他好多扇窗 他像是黑夜里的骑士 身处黑暗 但心中充满光明 会亲自身的闪光什么 可以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